哈喽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圣经呢 是保罗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是在这个菲律比书里面呢 的第二章 他第五节 这里说到啊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几 取了卢普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只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始终要归于父神 所以我们从刚才这段圣经的里头 我们就看到 耶稣呢 他自己就是神 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不因为他自己是神 他就来高抬他的自己 他为了来完成 他的这样一个成就福音的使命 一个救赎的一个使命 所以呢 他成为人的样子 成为卢普的形象 以至于死 却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因为耶稣这样的顺服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使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无不应耶稣基督的名 真是屈气 就是下跪 跪拜在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这些 得着神恩典的人 像保罗 他也是得着了这样一个救恩的人 他被神的这个恩典所折服 所以他一辈子活着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所以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菲利比书的 这个第一章的里头 就看到保罗 他说呢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 兴旺福音 所以保罗他的喜 他的喜乐 乃至于什么呢 他的祷告 是源于所有被他祷告的人 他们是同心合一的 在那里兴旺神的福音 所以主耶稣 他成就了这个福音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要来兴旺神的这个福音 所以保罗 他继续的说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所以你被神的恩所感 保罗和他的同工们 被圣灵的恩赐 被圣灵的这个爱 神将神的爱 借着圣灵 浇灌他们的心里头 所以呢 这个感动是出于神的 所以他说 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就这功 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是基上是说 直到基督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日子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 原是应当的 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 无论我在捆索之中 是变明正式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这个恩典 所以感谢主 我们所有在这里福音 就是新王福音的人 建立教会 传扬福音的人 我们都与保罗一样的领受 那从天上来的恩典 他说呢 我体费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他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 你看看这位神 他从高天上来到这个世界 他成为人 他成为一个仆人 所以耶稣 他降在这个马朝的里头 他出生在一个平寒的 这个约瑟的家里头 他的这个义父 约瑟是一个木匠 而且呢 他这个止承父业 他也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头三十年 他当他就是稍微 从孩子长大以后呢 他也是一个木匠 你看木匠 乃是替别人干活的 一个卢朴的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 我们也看到 马太描写耶稣呢 是一个君王 所以在马太的福音里头 我们看到有耶稣的这个家谱 真的是 我可以上说 那个耶稣的家谱 可以说到 怎么说呢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为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耶稣呢 他有王的这样一种 身份在他的里头 那马可福音呢 就说到 耶稣呢 他就是一个仆人 所以 就没有这个家谱 路加福音呢 路加福音呢 说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耶稣的 这个路加福音里头 耶稣的家谱是从 那个玛利亚 这个 从这个谱系 追溯上去的 那个 约翰福音呢 描写耶稣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也想到 主耶稣他说什么呢 他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不是找义人 来是找罪人 所以感谢主 所以耶稣 他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不是受人的服侍 来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 成为做多人的俗价 感谢主 这个地方 就讲到 他知道他的心肠 来是怎么样呢 为了成就 天赋在他身上的旨意 所以呢 我们这些人 像保罗 他也明白耶稣的一个 这个心肠 所以他回来 穿福音的缘故 他抛弃在世上的 那些荣华富贵 他来是过一个神人的 这个生活 好 所以他在这里说 我祷告的时候 就是 你 就是 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所以感谢主 我们的爱心 我们要加上什么呢 要加上这个知识 要加上见识 我们的爱心 要在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够分别 是非 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当我们领受神的这个恩典的时候 这里要我们做 就是 与那些罪恶 与那些肉体的那些东西 隔绝 做诚实无过的人 并且呢 知道基督的日子 当然这里又说到 其实知道基督再来的这个日子 或者是我们去见主的这个日子 并且靠着基督耶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 称赞 都归于这样一位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靠着主 我们应当有好的这个行为 他说弟兄们呢 我愿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情 更是要叫福音兴旺 所以保罗他 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扩展这个神的国度 就是要叫神的这个福音 兴旺 他说呢 以至于我受的捆锁 在预淫 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 是为基督的缘故 他在这里说到 他所受的捆锁 因为保罗啊 他有几次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呢 他被 就是被那个 灌到那个监牢的里头 所以他在这里说到 他受的这个捆锁 他有在 罗马 在罗马 至于是那里受捆锁 他也有在这个一副锁 受到那个监济 所以他说的益云的全军啊 当时罗马帝国呢 他们有这个就是说 益云军 那就是说是守卫这个 就是说 就是保护这个国王的 那个罗马 罗马大帝的啊 这个益云的 当时的他们那个军队呢 大概有 有那个七千到九千人 所以如果他是 他这里说的 写的是在罗马 受那个 那个监禁的话 当然因为罗马很大 而且那里是 是那个总部 所以呢 可能 接触到的这个 这个益云军啊 的人不多 虽然他接触不多 但是呢 还是有些人给他送饭啊 还要审问他呀 所以呢 那些人 就发现这个人呢 并不是因为偷 不是因为抢 不是因为所有的 这个形式的 道德的问题 乃是因为他 实际上 这样因为 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且呢 保罗他几时受捆索 因为不是这个 品格道德的 这样一个犯罪 乃是被他的同胞 被犹太人 控告 说他是来搅乱这个世界的 所以呢 他是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 被 这是因为 当时的罗马帝国啊 他们因为 犹太主流的这个信仰 是犹太教嘛 但是他在这里 宣扬什么呢 宣扬这个弥赛亚 他在这里宣扬 耶稣就是那位基督 就是犹太所盼望的 那个弥赛亚 以至于这些犹太人 他们就 他们的里头 产生了这个恐慌 他们就觉得啊 这个来到世界上的 这个耶稣啊 这样一个木匠的儿子 怎么可能 是那样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 这位神的本身呢 所以是他们啊 在那个地方 就是把耶稣控告到那个官府 那个地方去 所以罗马帝国 他们是不信这些的 但是 因着这么多的 犹太人来控告他 所以他有被抓到这个 在罗马 或者是在以赴索 若是在 所以呢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品格很高尚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人 他是一个在监牢的时候 仍然带着那个喜乐 带着盼望的一个人 所以他说 一云全军的人呢 都是知道 他是因为这个信仰 为了宣传这样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 在为耶稣基督的这个缘故 如果他不是在这个罗马城 他是在这个以赴索的话 那当然 以赴索 他就是一个 离罗马 就是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罗马我们知道 就是今天的意大利 这个以赴索呢 基本上就是在今天的这个 土耳其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土耳其啊 他离这个意大利 还是一定的距离的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也可以坐飞机啊 而且现在这个船呢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船 都是有这个 都是有动力的 而古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船呢 基本上都是帆船 或是人为的这个动力 那就是一部分 他们要 要渡过这个 这个海的话 要花很长的这个 这个时间 所以呢 那个以赴索是 与罗马 那个 就是 罗马城啊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这个地方 驻军啊 不是很多 恐怕 在以赴索 所的城里头 大概一云全军 可能 也有那个 就是说 就是说 几百人吧 所以这几百人 都知道 保罗 他是因为 传用佛音的缘故 就是因着 耶稣基督的缘故 被囚在 那个煎熬的里头 所以他说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情 更是要叫 福音兴亡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不是为着 福音而活呢 是不是为着 拯救你的那位主 他怎样的 在你的心里头 感动了你 因着这样一个爱 你活 而活出你的 这个 这种 基督的这样一种生命呢 所以他在 这个地方说 并且 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 这个捆索 就都性不移 越发放断 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所以弟兄姊妹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他为着福音的缘故 他什么都不顾了 以至于被 关在那个煎熬的里头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候 被神的恩典 所感动 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 他却愿意为着基督 耶稣的这个缘故 他手捆索 这就成了我们的一条路 就是说他就成了我们 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当初这些犹太人 你看他们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只是后头耶稣死了 然后他们把他取下来 就放在那个坟墓的里头 结果耶稣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我告诉你 好像基督耶稣 就像刚才讲的基督耶稣的信 一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好像基督教就完了 但是感谢主 事实上所有的事情 若是那个 任何一个组织 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信仰的创造者 他只死了以后 基本上这样一个政党 这样一个组织 这样一个信仰 他就会消失了 但是感谢主 耶稣他却从死里复活 他有诗词来向门徒显现 所以感谢主 本来跟从耶稣的那些门徒们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软弱的 但是当他们看到 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 赞成这个死亡的时候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 耶稣他自己就是神 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的 这样一个显现 就叫人知道 他就是那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所以就像主耶稣说的 生命在我 复活在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反正活着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 所以感谢主 耶稣他第一个 从死里复活 所以呢 他战胜了死亡 就让我们这些 我们所有活在世上的人 我告诉你 我们都活在一个什么 阴影的里头 就是死亡的阴影里头 所以在乙夫说 不是在希伯来书里头 就说到 儿女只有血肉之体 他也亲自称了血肉之体 特意要借着死 要败败了长死权的 感谢主 并且要释放那一生 因为怕死而为卢谱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耶稣进到死亡的这个阴间 这个牢笼的里头去 他怎么样能够破除这个死亡 他就是能够从死亡那里走出来 所以人的生命啊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开车有个单行线 就是你看我们从出生 然后成长 到最后什么 死亡 再也不能够从那里头出来 但是唯有耶稣 他能够从死亡那里头走出来 所以这里 希伯来书说 而你既有血肉之体 你看看 我们都有血肉之体 我们怕死 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呢 要释放了一生 因为怕死而成为卢谱的人 所以今天 为什么要多读点书 因为多读点书 将来就有好的工作 什么叫好的工作 就是赚钱比较多 付出比较小 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有所付出 将来他工作的时候 他一辈子 他可以付出比较小的 那个代价 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那收入 其实就是高的收入 就是为我们营造一个城堡 你想想 钱多的人 他就房子可以买好一些 他就可以住到那些 比较安全的城市 比较安全的区域 他那个车子就大一点 就安全一些 哇 他可以买更高的那个保险 他就可以看更好的那个医生 其实一切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人就是因为怕死 而规避死亡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看 任何人都在死亡的 这个恐惧的里头 但是耶稣 他就要释放 那医生因为怕死 而成为各种各样的奴隶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所以耶稣他从死里复活 让门徒看见了 所以呢 门徒突然 他们里头就 就能够相信 他们曾经跟从了三年半的 这样一个 从外表来看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一个年轻人 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 结果成为年轻的一个三十几岁的人 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所以你看 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 他们是那样的胆怯 彼得甚至有三次 他说他发誓 他说他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他们看到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你看 他们一下子信心就增长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耶稣他生天以后 没有好久 他说我去还要来 所以他去了以后 很快就来到我们的里头 来到我们中间 那就是什么呢 他赐下他的圣灵 所以他再次借着这个圣灵 来到教会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我们中间 并且什么叫来到我们中间 他就直接的进入到 我们每个信他人的心灵里头 所以耶稣 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灵 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今天很多没有什么文化的 甚至信祝时间并不是很长的人 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 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种勇气 那种勇敢 是超过当时 那些跟从耶稣的门徒 也就是说 超过耶稣还没有 从还没有定死十字架之前的那些门徒 为什么呢 第一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这些门徒 他们亲眼看到耶稣 这个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们到全世界去传扬福音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他的名字 基督是他的这个身份 是他的这个荣耀 是他的这个头衔 所以基督是什么 基督来世 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那个再来的那个弥赛亚 就是天上神派来拯救我们的男人 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 我们知道这个保罗 他也是为主所殉道的 我们也知道彼得 他在罗马城 他是道定死之家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多马 就是他传道 他又传道到了印度 在那个地方 被那些外博人 用一个长矛 把它插死在一个树上面 我们也知道 那个彼得的 他的那个弟弟安德雷 他是传福音 到了这个俄罗斯 他被钉在一个X型的 这样的十字架上面 被钉死 所以今天这个俄罗斯的 他们的海军的旗子 就是一个叫圣安德雷旗 就是一个这样的 这样一个十字架 在一个旗子上面 这就是因为安德雷 他传福音到那里去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这十二个门徒 除了 当然我们知道 犹大 他是因为 他的良心 他受到谴责 他是上吊式的 那我们知道 其他的这些门徒 除了这个 约翰以外 约翰是老死的 其他的门徒 都是为主殉道 因为什么他们 亲眼看见 从死里复活的 这个基督 所以他们这样一种殉道 就证明 就是他们 宁愿死 要证明 他们所看见的 是真实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给了我们 成了一条路 就是一个榜样的 这样一个道路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所以现今的 这些基督徒 一个就是 这些榜样的力量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内在的力量 内在的力量 就是圣灵 这是象灵 他住在我们 每个人的内心里头 每个重生得救的 人的心里头 所以他在 所以有外面 我们看到这些见证 由里面的圣灵 来印证 这样一个圣经 这些事实 这些门徒 他们为主 摆上的这样一些事迹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圣经里头说 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 圣灵将耶稣的门徒 或者我们听到的 这些见证 把它印证 在我们的心里头 让我们知道 这些见证是真实的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所以他在这里说 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所受的 这个捆索 就笃信不疑 越放 放胆 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这个地方 保罗台 又讲了另外的一件事情 他说 有的传基督呢 是处于 嫉妒纷争 有的呢 是处于好意 所以传福音 因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这个有的人传福音 他很有果效 他有很多人 就是说我们看到 看到有很多人 他有神的这个恩赐 他会建立很大的 很多人的 这样一个大的教会 所以有的人就是说 这是我们看到 那个人那么的成功 所以他 他也处于嫉妒 他也想 想一见这个传福音啊 就显得自己有能力 显得自己有影响力 好 他说到呢 那个保罗说 这一点是处于爱心 知道我是为 辩命福音 设立的 所以呢 他说 一种人呢 是处于呢 对这个 保罗的嫉妒 看到保罗的福音 那么有果效 他们也努力地穿 好让 就是说 他不是 当然 他也想 就是 就是说 想建立自己的 这样一种影响 影响力啊 但是他说 有一种人呢 是 出于爱心 就是来分担 保罗的 还有十二个门徒的 他们这样一个 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 他说 那一等传福音呢 是出于接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征我 捆索的苦楚 他说 有的人传福音 所以 哎呀 今天我们也知道 这个 这个教会啊 我们也知道 不是很团结啊 你像 在美国这个地方 就是同一个十字路口 甚至于 有两个教堂 就是马路对面 就是一个教堂 甚至于十字路口啊 有四个教堂 有五个教堂 哇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 虽然 他们打着 好像就是 他的观点 或者他们那些做法 都是说 对方不合乎圣经 其实里头 还是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 结党 结党分争 就是像拉帮 结派的这样一种心 在 在那个里头 哎呀 我就 就 就看到过 有些 有些 那个 基督徒啊 就是一看到 别 别的教会 在那里传福音 他们不仅不帮忙 柳头就走 哎呀 真是 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地方说 那一点 传 基督是出于结党 并不成是 意思要价值 我捆索的苦楚 好 但是对于 这些 结党也好 啊 在这里出于 基督分争也好 不管他们怎么样 来建立教会 这就说明 保罗他早都看透了 今天很多人 建教会 其实他的目的 是出于 基督分争 啊 他是在这里 为了什么 啊 为了 结党 并不诚实 好 十八节 他就说呢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 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 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所以弟兄姊妹 啊 虽然 啊 这样的结党 隐私 出于记得不好 但是呢 毕竟 让这个福音啊 广传 啊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出 我真是希望 全世界的这个教会啊 我们能够来合议啊 尽量 把这个 教会之间的 那些矛盾呢 把他除掉 呀 就是 哎呀 因为 耶稣他要我们 彼此相爱 啊 所以 我们 所有的教会 都应当把 教会 与教会之间 啊 那个隔断的 那个墙啊 那个中间有结党的 啊 出于嫉妒的 那种 自私的那些意点 都把他拿走 虽然保罗也在这里说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啊 那基督福音 究竟被传开了 你看到没有 保罗他的心意 就无论如何 只要福音被传开了 他就欢喜 并且更加的欢喜 所以我们 感谢神啊 其实是 啊 神的家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啊 神向某些人 启示了啊 他的某一部分 又向另外的人呢 启示了某一部分 啊 应该是这样说了 就是 对于圣经 啊 对于神的话 有的人 他会基于他的那种文化的背景 他有这样的看见 他有这样的领受 好 所以呢 就造成 我们在 有许多的这样一些量广的方面 不同 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就是什么呢 或是假意 或是 真正 基督福音 终究被传开了 所以 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要活出一个 兴旺福音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神 巴不得我们能够 效仿 保罗的榜样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就这样说了 好 acam 好